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都赞你送外购买的那场 拍当时呢 拍当时 因为通常这些戏 你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已经有些音乐 所有东西 拍的时候就没有的 所以我想有六成 要自己去幻想的画面 而那个气氛 有些需要自己去营造 当然灯光那些 他们已经配合得很好 所以有六成是自己去幻想的 我在那个时刻 其实拍之前已经 很多时候看一些动作戏 他们都会有这些场面 我会有某些场面 我会摸回那个感觉 去摆下去 所以 那场戏看似很简单 没有对白 但是要非常 要很专心 要抓到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难 所以那个时刻 我很记得我特地回去拍这一场戏 那一天 我听了很久的歌 去找那个营造的感觉 但是你问我 拍的时候 知不知道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因为全部都是想象出来 所以 很开心大家感受到 那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我有做到出来 你有三个层次 那会不会 你会说 你会做直线拍 没有啊 因为那一场我记得 是那一天的第一场口 也不能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每一个位置都要很准确 所以我自己都知道 那几个就是那几个了 不要再 因为呢 都怕做多了 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是 很专注地去想 现在是怎么样 在听什么 因为 其实没有人跟我说 我自己要知道 所以在这个位置难